欸不過回過頭來我們要來講了 因為呢其實呢在現在這個美方 我們看到說他跟日方跟韓方他們站在一起之後 那大家一直在問就是他到底對中方他們的態度會是什麼 因為先前中國組的這個華茲強他離職了嘛 然後選曼呢也離職退休了嘛 那一直好像家裡沒大人的狀態 現在傳出有可能會有一個新大人來 他是誰他是藍伯特 他說呢亞洲問題專家曾經兩次呢來到這個北京大使館這一邊來任職 那是現任的副助理國務卿 目前負責的是日本韓國蒙古 啊之前呢他們說有幾個事蹟啦 就包括了先前在南海這邊 曾經有美國的間諜機跟中國的戰鬥機相撞 那個時候呢造成了中方的飛行員死亡 他是有在處理這個事件的 那另一個是什麼 另一個呢則是說 基本上呢他現在也曾經在這個對抗中國 在聯合國組織的相關的影響力當中 有成功策劃新加坡人 欸成功的擊敗了北京支持的候選人 國際著作權組織啦 對 那等於說他對中抗中也可以這樣講嗎 抗中或跟中國交手有過兩次經驗 現在說有可能是由他來擔任這個中國組的組長 那您怎麼樣來看 就是之後他們態度 因為大部分人評估是認為路線不會改變 但有可能會像之前比較強硬嗎 因為華智強跟Sherman離開的時候 很多人認為是會不會是鷹派的挫敗 您怎麼看 我不認為這種叫做個人立場啦 應該是跟著拜登走的啦 對 Sherman的專長也不是中國啊 可是他看到老闆這麼強硬 他當然就跟著強硬啦 那Sherman的經驗事實上是歐洲跟俄羅斯 他也不是照樣在處理中國問題 那 我認為喔他那個所謂的VIPO就是 那個聯合國那個著作權組織啦 後來新加坡選贏了嘛對不對 對 事實上我覺得那個主要是 因為這個議題本來就是中國比較弱的議題 你那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人家當然會認為先進國家比較有經驗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看哪一個 那個聯合國的附屬組織啦 你去選別的看看 看你選的已經選不贏了 中國大陸 美國再聯合國的提案很少過的啦 這也不用吹牛啦 這個就是一個特殊議題 就是智慧財產權嘛 那智慧財產權 西方國家當然累積比較多的經驗嘛 那你如果是其他的組織呢 你要不要民航組織你去選擇看 習近平組織你去選擇看 那如果跟發展中國家有關係的 幾乎都是中國支持的人當選嘛 所以這個也不用吹牛啦 還有就是你說那個意外 那個也不算是突顯什麼立場啦 而且那個軍事的問題不會由他處理啦 美國應該是交給國防部處理啦 應該是Austin那邊啦 那只是說他現在 急著恢復軍方溝通管道嘛 表示以前溝通管道有的時候 就是軍方在處理啦 所以我認為這個影響不大啦 倒是我們會注意的是他 有沒有提出一些具體的做法啦 比如說他是不是要把那個香港的 以前駐香港大使館 美國有將近一千人嘛 那因為現在香港訂了國安法 所以大量的人離開嘛 葬回他那個部門啊 就是中國部門啊 那他會不會以後把他派到台灣來啦 這個就比較具體啦 不然AIT為什麼要擴建 我看這個比較具體吧 我覺得還是要看具體 因為這個級別的人 他要扶上檯面 目前也看不到 因為他就是代表布林肯嘛 對 對不對 那布林肯現在都親自出面啦 怎麼會輪得到你談呢 所以我認為這個不是重大議題啦 嗯OK 好那您怎麼樣來看 拜登呢他現在要去完G20之後 又去越南 9月10號已經說好了要訪問越南 要提升變成了這個戰略夥伴關係 雖然說呢目前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第一個中方 然後第二個呢是俄羅斯 印度 南韓 還是比美國高一級 但他覺得說呢 我們就是過去10年以來最好的一個時刻 我們越南願意跟我們交朋友 願意跟我們再好一點點 您怎麼樣來看 有人認為他是挖牆角 不可能啦 我認為他主要是談軍事啦 因為經濟他沒有辦法跟中國競爭啦 這個 上次拜登帶去整個東協只帶了1.5億 那大家都記得啊 越南人很生氣 賀錦麗去越南只帶了100萬劑疫苗 大家都記得啊 所以越南不會去奢望從你那邊拿到錢啊 或者是經濟的援助啊 他要的可能是投資啊 那你有帶企業團去嗎 沒有啊 他是閃電訪問 他是開完 他是那個G20之後就 新德林那邊直接飛過來 一下下然後就走了 對啊 所以我認為是要談軍事啦 那談軍事就是 他可能就會說 欸我們可以送幾條巡邏船給你啊 就是讓你在南海跟中國鬥爭 更有一點小底氣這樣 那未來可能會有軍事上的 可是這個早就發生了啦 就是美國的艦艇 到縣港做敦幕 敦幕的停留嘛 對 這已經發生過了 嗯 之前的一個號遊覽 我認為越南不會在軍事上太輕美 不太可能 因為他跟俄羅斯的關係更深 而且他是社會主義國家啦 他跟美國打過仗欸 他當然知道美國人的可怕啊 搞不好CIA就來了 所以 我認為就是有限啦 而且今年 因為這個范平鎮總理跟阮副仲書記啊 跟中國關係比較好 所以我認為政治跟經濟上 那基本上是走中國路線 那是軍事上 因為他畢竟還是跟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嘛 那軍事上 如果美國願意主動幫忙 何樂而不為 他這個就會有點像印度啦 就是說啊你要給我好啊 務實嘛 那就來啊 不是啊很多這種國家啊 菲律賓也是啊 菲律賓就是說日本要給你巡邏船 好啊來啊 就這樣嘛 那 只是越南比較特殊啦 我認為 越南沒有那麼強大的親美的傳統 沒有啦 因為他打過仗嘛 菲律賓才是 才是比較親美的典型國家啦 這東南亞每一個國家 程度都不一樣啦 那越南我認為 我認為是親美的程度算比較低的啦 比如說美國跟新加坡那關係更深 那印尼 印尼軍方跟美國軍方很熟啊 泰國的軍方也是啊 那個是有歷史的啊 對 那越南的軍方 我看到美國人還是心裡警戒 還是有點警戒啦 不可能跟你太好了 不可能啦 是 您剛剛提到新加坡 新加坡現在要跟中方恢復軍演了 因為以往呢 他們其實在疫情之前是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軍演合作 對 那最新的一個軍演呢 取名就叫做合作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們的前外長 楊榮文特別有講到說 欸台灣只是棋盤上的一枚棋子 本身並不能決定 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美中來決定的 那現在呢 雙方要恢復軍演之際 欸同一個消息是 同期間的消息 是讓很多的這個 台灣綠營的政治人物會覺得說 欸振奮為什麼 你看美國帶朋友來了 美加日韓澳紐 他們要開始進行演習 大家為什麼會知道這個訊息的原因 是因為加拿大他們這邊相關的船艦 軍艦是已經來到了日本這邊 來做停泊 說他們要參加一個演習 所以大家才知道這個消息說 哇六國軍艦9月會穿越台海 那大家就會開始想說 喔所以他們要做什麼具體的內容 目前呢具體的內容好像還沒有出來 但是呢大家知道有這麼一件事 沒有內容啦 就單純穿越啦 我跟妳講喔 那重點是離多遠啦 你是中線左邊右邊這樣嗎 沒有啦我跟你保證 他會在台灣的鄰近海域24海裡內 船過台海 這麼小心喔 本來就是啊 不然你等著看好了 我看多了啦 看多了啦 嗯 這個時間點來 不是就表示 他得到台灣的許可吧 所以他是在他的24的 鄰近海域內 穿越台海嘛 那這個中國就沒什麼話好講了嘛 跟他就沒關係啦 本來就是啊 嗯 不然你等著看好了 那你怎麼看 現在這個大陸這邊突然 發了一個幾十秒的影片 說他們的殲35的艦載機 有是非的影片曝光 大家就開始在想說 那是不是003要好了 可是又覺得他這樣那個 這個不是003 是他本來就要換機 對 因為這是隱形戰機 是 可是他本來說 他要放到003上面嗎 對啦 可是 但是這個有沒有摺疊液 不是 他總要練啦 他總要練習啦 那 他也可以用現有的那個 航母啦 做練習啊 也是啦 對不對 所以我 我認為這個不表示 003就要好了啦 是他要讓這個機 做練習啊 OKOK 表示他要逐漸形成 他真的是要換機啦 那 他如果以後殲35 這個事實上就是FZ31啦 就是 可是人家就直接類比到美國的F-35 對 殲35如果成為這個 艦載機的基本配備 那台灣就很麻煩了 因為如果航母停到台灣的東海域 然後他是隱形戰機 那你不是防不勝防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啊 他起飛之後搞不好就進來台灣啊 你看不到 而且很快 當然啦 當然很快啊 主要是因為你看不到他 對 你可能看到他只有一小點啊 那隱隱隱隱約約感覺有東西進來了 可是你不確定他是什麼 那除非你 飛上去啊 跟他做 直接的 進去 可是你不知道他在哪裡 所以你飛的不準確你也看不到他 就變這樣 所以這個 坦白講就比較長的角度看 這個對台灣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啦 是 因為現在林姆士兵好像也要開始下水了 大家就有各種的想法 那好緊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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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